虽然目前还处于无聊的修赛期,但各大网站的范特西游戏已陆续开榜,对于这个充满悬念和不确定的游戏而言,无论是资深的玩家,还是出亏门禁的新人,一份靠谱的范特西球队指南,都会对你有所注意。 接下来,就是我们范特西30天30队的时间了,一家之言,欢迎达连,住,文末数据,为2018-193000预测数据,贾特兰大老鹰,所有人都能看出,老鹰队这里开始了重现的过程,他们送走是罗德换来安东尼,随即又裁掉了他,球队用三号秀东西齐换来的特雷扬城,为了老鹰下赛季,没数不多的看点。 但在范特西里,恐怕最值得关注的是,他们去年的新秀约翰和林斯,重视之新人的弱队在范特西里最大的意义在于,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个新人爆发,预测首发,组织后卫,特雷扬五号秀。 有些人认为杨会成为本线新秀中水调的高位秀,有些人认为他会成为老鹰的下一个护理,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,老鹰在送走是罗德之后,杨已经成为了号位线上的不二人选,甚至连稍微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都没有。 老鹰会给特雷扬大量的上场时间和充足的球权,他的使用率预计能达到25.4%,是老鹰对所有球人里最高的。 在范特西里,有出场时间和充足的球权,是获取数据的前提条件。 三分球,得分和助攻是杨在范特西里的贡献,但从夏季连范的表线来看,他的投篮很不好,考虑到他是个身材偏矮的新秀空位。 很显然,低命中率和高失误,将会是伤害杨范特西价值最大的癥结所在。 得分后卫,贝兹莫尔在充满年轻人,准备重建的老鹰队里,贝兹莫尔有那么一点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 他是首发力年纪最大的球员,明年就要三十岁了,没有能够进一步成为之星的可能,身上也没有多少带开发的潜力。 其千万的大合同还有两年,还不到要为下一份合同努力的时候。 所以,不要转贝兹莫尔能在下赛季在数据上有大爆发,能够维持目前的状态就很不错了。 当然,他的三分能力和抢断能力还在,如果不被交易,每场依然能捞到二十五到三十分钟的上场时间。 无论是几元盟,在八轮左右选择他,都是个不攻不过的选择。 小前锋,陶里安普林斯有望爆发虽然从长相到名字都显得很普通,但这位三年级新秀夏赛季很有可能成为球队的头号的分手。 去年他如同所有人寄望的那样实现了数据上的爆发,今年他则有望更进一步。 上赛季在最后的十五场比赛里,普林斯在场均只有三十点九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能够得到十九点八分四点九个篮把三点九次助攻, 二点九个三分球以及一点一次场段。 显然,这是个足以进入范特西前五十球员行列的数据,很多球员都习惯在第三年迎来自己的爆发。 普林斯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机具,拭目以待,大前锋,约翰科林斯又往爆发去年作为新秀,科林斯的表现还有些起伏,出场时间也只有二十四点一分钟。 而今年,他已经是球队无可争议的首发大前锋,无论是出场时间还是球权,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。 除了罚球不是那么好之外,科林斯是较为完美的范特西内线球员,他的前场篮板和篮板能力很强,命中率高,能感冒,而且从上赛季末来看,他似乎还开发出了三杯球的能力。 最后十三场比赛里,他场却可以得到11.5分8.8个篮板,同时命中0.7个三分球,和普林斯一样。 他将是老英队下赛季重点培养的球员,场军两双对他而言,并不是收网中锋带德蒙非受限自由球员,为此竞争如果不出意外。 这将是戴德蒙在老英队的最后一个赛季,他还会是球队的首发球员,但每场比赛出场时间,依然不会超过25分钟。 莱恩比他年轻,也更值得投资,但有些时候,科林斯也会摇摆到5号位的位置上。 所以,尽管是合同年,戴德蒙爆发的可能性不大,在老英队决定把戴德蒙交易或者契用之前,这位明年年满30的老将还是有能力在长却25分钟的时间内拿下10分级个篮板左右。 在范特系里,他是一个不错的中断内线选择,尤其是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帮你补充篮板和盖茅的情况下,其他主力轮化,林舒豪非受限自由,球员,新队伍,商定风险,近年来命途多产,德林舒豪又来到了老英队,他当然不会是这支队伍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不会成为球队下分级主控。 考虑到杨是个新秀,又较为偏向得翻,舒豪只要不受伤,还是有望在年轻球队里担当第六人的角色。 轮门新队伍,新合同,曾经被太阳给予希望的轮门,最终被球队直接放弃了。 老英用两年850万美元的合同签下塔,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,轮门可显然是个不符合现代篮球趋势的中方。 不过他的篮板能力相对不错,这是他在半侧西里唯一值钱的地方。 亨特是旧号新秀作为球队的首轮秀,亨特如果能在赛季初期把握住机会,那么在后半城他又希望取代被茨默而成为球队的首发。 尽管可能性不大,目前来看,亨特的三分还算可以。 除此之外,似乎并无太多可取之处。 主要求原数据预测。